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古鞋熊科 我是许明熊 上周六 六月二十九号 川习会 终于登场结束了 那会中来说的话 是有一些重点 就是他们两方来说的话 是重启谈判 重启谈判意思是什么意思 回到原先的一月初的那时候 那现在占不争新 新的关税 新的 已经在克税2000亿 还是要继续克 那是10% 那现在所说的这是新的 新的就是3000亿 那3000亿原本 川普有说要在7月2号 如果习近平不来的话 7月2号要开始克10% 那现在这个已经暂缓了 战缓 战不争 那未来会怎么样 还不知道 因为现在也是 双方的各自表述 那中国那边也有三亿 就是把就是购买 美国一些农产品 像黄豆这些农产品 会陆续的开始 加大来买 还有一个比较有争议 就是在他们的华为 那华为来说的话 他们这边的话 他们是有讲到说他们 他们有允许说 美方要让华为那边有让步了 但是他们购买华为的设备来说的话 企业购买华为的设备的话 限定没有严重 没有严重国安问题的设备 那这就很模糊了 那没有国安设备 没有国安严重的国安设备 那这不就很大的模糊 所以说这个华为来说的话 还是可能算 还是一个最有争议的地方 还是最有争议的地方 那其他的那些关税 那些关税来说的话 未来可能还要陆续 然后再观察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川普现在是因为 那我们的研判是他的一些 川普因为他的一些民调 他的民调都输给他的对手 还是相当多 而且加上他的一个农业大州 像爱德华州 他以前他大胜 他大胜的时候 2016年的时候他大胜 那结果现在呢 现在已经 连爱德华州的居民来说 他的民调来说的话 都希望说川普你不要再选了 而且超过50% 所以说那你这样子来说的话 川普当然会开始会有一些 会有开始有让步 开始让步了 那现在为什么会有让步呢 那也因为有像美光 他说他是闯黄灯 会付供货给华为 其实美光 其实美光这个 他的一些低论来说的话 也不用啦 其实也其他地方也可以供货 那为什么美光要闯黄灯呢 你如果你不卖给他 他再找别人啊 他找别人啊 就像还有啊 你看美光高通 他用闹到销售 闹到销售 闹到销售 那川普你挡不住啊 你挡不住 那你该 你还是要啊 他还是可以卖 还是华为 华为还是买得到啊 他闹到销售啊 闹到啊 所以说你挡不住啊 所以才会现在 川普也开始有些软化 那这个川习会来说的话 算是跟我们预期中所 所判断的一模 是非常一样的接近 就是没有结论 就是没有一个 达成一个协议 但是那这是会 就是现在是暂缓了 就是暂缓了 暂缓瞌缺税 那接下来就是再来谈 那当然还有就是华为 那华为事情的话 这可能就会再继续的 再延烧一些啦 还会再延烧啦 那现在来说的话 像美股来说的话 电子盘的话 我刚才看了一下 现在是下午1点 现在美股的电子盘 小道琼是上涨226点 那小纳斯达克是上涨1.3% 那其实这个涨幅的话 也没有说很大 我们台股来说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台股 我们台股就已经上涨169点 大概是上涨1.6% 我们上涨都1.6%了 他们来上涨比我们少 他们上涨比我们少 那我们整个波段行情来说的话 今天是跳空 这个跳空 那现在是上涨170点 那今天的量人来说的话 是在有开始 早盘的话有到1,900亿 现在是开始慢慢说 现在是1,572亿 1,572亿 那现在来说的话 今天整个盘势来说的话 几乎是一半以上都是台积电涨的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现在上涨了10块钱 大概占的指数就90点了 超过一半了 还有大力光 你看看我们大力光 大力光涨停板 跳空涨停板 大力光涨停板 那2317 看鸿海 鸿海现在上涨2块钱 还有3711 日月光 那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都是大型股 那现在今天其实 大部分涨的都是这些大型股 还有加上说有华为供应链 就像有一些同伯基板 那今天都有再创高 像我手边的这边的那个 洪捷科 这个操作上来说 都是操作洪捷科这些 洪捷科 可成 金星科 波洛威 那你如果要看比较详细一些解说的话 你可能要到我的 运通财经台的12点那个节目 那这我会把它放到 LINE生活圈里面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像我这一部来说的话 像我为什么会看说 看正面就是会 会有比较正面的回应 在川习会 那当然是要看这个股票 那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我是这样研判的 那操作上来说的话 我们在台子期来说的话 期货我们是 是先我们在6月27号的时候 我有做一个短空 因为那时候来说的话 整个量能来说 整个市场气氛来说的话 是相当的 那这次有开高 开高我做一个空 那市价空在622 622 那这个是622 那回补呢市价平仓 隔天 这是在尾盘的时候 1点半 那尾盘呢 那这个市价平仓 平在562 这比赚60点 在礼拜五的时候把它平仓掉 那礼拜五平仓掉之后 我在节目上也有告诉你说 我待会的话 就是1点的时候 我待会我结束的话 我就会开始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做选择权 那就是做多选择权 我看好他这个整个专席会 那我去做个选择权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什么操作 我在1点半的时候市价多 这都选择10800点的买进call 买进10800点的call 就是做多 报价在29块 至少买20口 至少买20口 那20口准备多少钱呢 那20口大概准备 大概三万块 20口准备三万块 最少最少买上20口 那怎么操作呢 市价平仓多单 今天在7月1号 今天早上的9点18分 我把他把这个call 报价在92块 平仓20口 就是全部都给他平仓掉了 那60 获利 获利63块 买29块 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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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仓在92 获利63块 那63块的话是几 是几%呢 63块来说的话是几% 这总共是有217% 217% 两倍了 超过两倍了 那这操作上来说的话 当然我们就是要先 就我常说的啦 要先事情规划未来行情 才会成为赢家 当然啦我也知道说在操作上来说的话 这个期货 期货啦 还有股票啦 当然在操作上会很辛苦啦 那像我手边的这边的一些股票 那像洪杰克今天再创高 可成今天再创高 金星科今天再创高 波罗威 那可能就稍微弱一点点 我是看好这5G 那近期来说的话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 强劲的一些表现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再等着看 那这个洪 这其他的一些 比较重要的一些 讯息的股票来说的话 那你就到我的 12点半的那个节目 那我会PO在我的LINE生活圈 那还有你如果需要 来跟我操作 那欢迎来电 87138859 还是我在LINE生活圈里面 来留言 来告诉我 来像你如果手中有一些股票 你现在今天已经都大涨了 你没有涨的话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你如果需要我来帮你看 可以到我LINE生活圈里面 来留言 那把你的股票告诉我 那我还留下你的电话 我尽管跟你联络 那我也希望说能够帮你 帮你把你手中的 你如果比较有 比较不知道如何操作的一些股票 我来告诉你 来帮你处理 那我们操作上来说的话 我也希望说跟你 来带你来操作 像洪杰科这种 这样赚一整个波段行情 还有没有像这种股票 当然有 你如果想要的话 跟我来操作 我来带你做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那像我们也有一档股票 即将要布局 那我希望能够来 你来跟我们一起来操作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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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